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都懂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选的时候有个人陪 我的宝贝 要你知道你最美 要你知道你最美 怎么了啦 我的宝贝 宝贝 天下 你真的好棒喔 怎么了啦 我跟你讲 你知道你开了这家店 养了我们多少口家庭 我的天啊 你真的很伟大 你值得当我们的宝贝 没有 我的宝贝 宝贝 你听我说 你说 你才是一个很棒的圆工 你真的很棒 我多亏你了 我们的服务真的好大 好多好口碑 然后这么能干的圆工 我哪里能找到啊 二十八咖啡 一直维持五颗星 你看那些来的客人 都是觉得你很好啊 很棒啊 我跟你讲 因为你刚说五颗星 我直接来编滑编 看一下我们的评论 来 第一个评论有说 店长的胸部好大好壮 我的天啊 好 第二个评论是 店长的身材好想摸 好想摸 好想摸 好想摸吗 还有说一个是什么 看到店长的腹肌 就想点巧克力奶茶 我的天啊 都是你的身材耶 很好 我只有五颗星 那我要继续练下去 没错 继续来 我练才越来越夯 等一下 停 整了 我看到有一颗星 一颗星吗 一颗 一颗 一颗星 什么意思啊 亂留言是不是啊 他给一颗我吓到了 不行耶 我会生气也会暴躁 我觉得这是恶意留言 而且一颗的留言很不OK 来 我听听看 它说 这一颗星的留言是说 第一 店长太吵 而且无脑 吵又无脑 而且它说整天罵网友 然后它说 它有优点 它说 虽然长得帅 又壮 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 它最后一句 我觉得你会发火 我怎样 来了 它说 它是你偶像的偶像 笑出来了 偶像 偶像出来了 偶像的偶像 你的偶像都很突然 骂人多一点創意好不好 什么偶像的偶像 他也没有留照片啊 哪知道他是谁啊 他知道你偶像是谁吗 对啊 随便乱掏一个 我是你偶像的偶像 就可以这样骂我吗 而且你偶像根本 不会来我们的餐品好不好 我觉得我喜欢的偶像 绝对不会这样 乱留什么一颗心 好不行 你很不OK耶 我真的不行耶 我会生气耶 有种 有种 出来啊 有种留一颗心的人 你出来啊 你们就是那种 奇怪的网友 奇怪的网友 你有干嘛假的 在那边 只会出一张 一整整天想 什么好像偶像 谁啊 对啊 对 小姐 你 嗨 小姐 小姐 你好 你好 我就是给那个 父亲一颗心的 一颗心的 你是 今日前来踢馆 怎样 你怎么结巴了 是我的偶像 对 那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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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发现 其实在茫茫人海 跟网友的评论里面 你们才会注意到我 对耶 是这样子 只给五颗心 我觉得 我就只是小妹妹 跟她一般人一样了 对 这就是别人告诉我要吸引 就是 男神唯一的方法 成功了 你成功了 你变太快 但是 就算你是真心的 留我一颗心 我也愿意 我逗 因为你是懂 她的 她的偶像 对 欢迎安侯 欢迎 大家好 天哪 我的偶像 真的要好好宣传一下 真的 我想来这里很久了 谢谢小妹 谢谢韋晋 谢谢 送 谢谢 谢谢 出了新的专辑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今天要来宣传演唱会 你都讲一下好了 我是要来宣传我的演唱会 在高雄小巨蛋 然后希望 不管是看过的 或者是 有听说过这场演出 然后有感兴趣的人 都可以愿意去高雄玩一玩 然后来看看我们的演出 我们的演出 超棒的 真的 你等于现场 你一定会哭 我就是哭了 我哭了 我看完 我听完台北上 我有看你的直播 我的 不是 你要分享演唱会的声音 对 我骂你的直播 我以为你是看我骂你的直播 你会不会对我印象很差 不会 真的吗 不会 要不要再这样默默模仿吧 我立刻不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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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叫 等一下 我想说你叫 我就是要把手机拿出来拍 你怎么会 我要把事情闹大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你 你 你走到很前面的 你很发露时事耶 天哪 可以 你那个鸡肉民谣 可能可以慢慢的 肌肉民谣吗 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 如何在这个 台湾的市场里面 推广肌肉民谣这件事 对 因为我很喜欢民谣 可是我也很喜欢健身 所以现在很两极的两个事情 对 但是呢 因为我知道伟静非常想跟安埔合作 今天有没有办法完成伟静这个梦想 可以吗 要 真的假的 这是我的小梦想 真的 真的 那你希望她有什么状态给你合唱 要透吗 就我希望她美美的 美美的 美美的是不是 我们那个长拳有出吗 不是 那个我的奶皱拿来好吗 没有 我只有讲美美 我没有讲辣辣 不然美美 不会美的意思 你现在也蛮美的 我现在就制服感 制服店 可以 也美美的 好 那我真的很喜欢一首歌 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合唱 这是关于我爱你 当然 当然 天哪 下次不是宣传的时候 希望可以那个 有机会找你唱水晶船 没有 你有那个水晶船 对 我有偷听 水晶船是她的创作 那你给她创作一个评分 我真的乱创 水晶船写的什么样 我觉得和弦下得很漂亮 屁的 没有 那好厉害 下得 不是 她还当过金曲评仇 我还说屁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和弦转折旋律线很美 真的假的 我乱写的耶 你有听完整首 有 我原本还想要学 然后就是哼两句表达我 上节目的诚意 但水晶船 其实没有那么好学耶 吃吃满满队 那我自己讲 可以讲出来 可以讲出来 甩起来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没有 谢谢你听水晶船 很感人 那我今天就来跟你合唱 关于我爱你了 好 非常期待 欢迎两位的表演 对 Oh my god 有一点太好听 没有啦 是不是太好听 我看姐就不用特别说 因为我很少看到伟静这么的 严肃 我今天真的很 她第一次唱歌没有在动 不敢 不敢 其实我真的很紧张 我跟你讲我现在是脑筋一片空白 我觉得我回家才能意识怪就是 今天跟阿姆合唱 我才能慢慢回想那每一分每一秒 你刚才意识到 你有享受在那个氛围里吗 我觉得我很硬 很硬 你很硬 对 你很硬是不是 不是 我想跟大家告诉你了 是不是 对啊 谁喜欢软的 你应该要有人打败眼影 对啊 就是 就是真的很开心 然后很在里面 然后因为又紧张 然后又开心 所以就变成一个很招 很拘束的 有有有 我第一次看到你第一首唱完 额头都是嗨 对 但是真的非常开心 真的很好听 谢谢 好的 因为你今天来嘛 要宣传之外 我们想跟你玩个小游戏 看看你的活泼 这样子 可以可以 好 那来进行我们的 我有你有吗 我有你有吗 怎么玩呢 待会我们会轮流出题 要出一个你曾经发生过 或做过的事情 并让大家有A选项跟B选项 譬如说 我曾经跟主管去KTV 结果主管喝醉了 然后 A 怎样 或者是B 怎样 那我们其他的猜题者 就要猜这个出题者 他到底是做了A 还是做了B 那如果 我们猜题者跟出题者 是跳到不同的边的话 那就代表 我们要接受惩罚 没错 今天的惩罚是 要喝我们的最新特调 叫做是Kamalia Asmaeca 好听 Kamalia Asmaeca Kamalia Asmaeca Kamalia Asmaeca 就是他们刚给我的苦茶的英文 真的吗 Kamalia Asmaeca Kamalia Asmaeca Kamalia Asmaeca OK Kamalia Asmaeca 不是叫Bitter Tea 就… 对 我想说就是简单的 没有 它就是一个有学名的 文化学名 Kamalia Asmaeca 出题者要站最后面 这样你们就不知道 我们要猜说他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要跟他跳错边 我们就失误 去揣测一下我这个人 发生这件事情 我到底是A还B这样子 好的 我的题目是 我在十八岁的时候 大概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 在床上做梦 嚇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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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啊 等一下 在床上做梦 我們想到我跳 對啊 你們要不要想 我不要想 我也有这种题目啊 你不要玩嗎 非常不纯洁耶 超不纯洁的 沒事 我都能够翻摆了 沒事 都当妈了 没事了 好 我在床上做梦 梦到我真的 最後我驚醒的时候 A 我要冲到厕所的途中 尿了满地 B 直接尿在床单上 好 好 你们想一下 我要数三二一 A的话 跳右边 B的话 跳左边 A是尿在走廊 B是跳在床单 来 三 二 一 啊 啊 你不是要一直跳吗 对啊 我在干嘛 等一下 不是 我还从 等一下 我还从真的走出来 什么意思啊 我以为我们是去拍摩节目啊 没关系啊 没关系 爱干净 就是对于床蛮爱干净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尿在床上 那你为什么觉得我是尿在床上 我十八岁了耶 因为我觉得你看起来蛮少岁的父母的 所以 你应该不会舍得尿在走廊 好吗 好 好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A 你又在床上 你又在床上 我高中尿床耶 我觉得好久哦 你们这 你们最晚离开 他还无聊的答案了吧 你们最晚离开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就很小耶 真的假的 因为我很不喜欢尿床 那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啊 什么地方很不喜欢 你说你梦娜想尿尿 然后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我好像国中 就没有这个尿床了 国小就没有了 国小那没有 那安普呢 应该是国小吧 你们都好小哦 应该是国小吧 我吓到耶 我高中尿床 你是 你这是尿吗 我真的尿床 然后 我也没有死 因为你到时吗 所以有可能是有X的课 我没有X的课 是不是 都听不懂啊 是医学名词 好 好 那就是请来 我喝吧 要喝我们的 OK 来 Camelea Asameka Camelea Asameka 来 这苦茶养生啦 是 什么意思 通威士尼茶 来喝是不是 但还不错喝耶 来 再提示 我曾经在主持一场记者会的时候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肠胃炎 所以我就是 不小心 就是那个 就 流出 来 所以不然就流出来 什么意思 然后呢 流出来 对 然后现场就有人说 怎么会有奇怪的味道 请问 A 我承认 那是我的味 我的味道 这样 B 我直接假装不知道 拖给别人说 谁啊 谁这样 A还是B 承认还是 拖赖给 诬赖给别人 3 2 1 这样不一样 应该是 A是什么 A是承认 你觉得我会承认说 不可能承认吧 不 不会承认吗 因为是屎耶 因为如果是半屁还OK 对 我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穿肠裤 是屎耶 然后我屎就是 这种腿这样 我就明显感觉 我大腿有一滴水这样 流下来 然后还说 定了 然后记者就开始问说 你们有闻到就是 你那些是真的 很高兴的 大面的味道吗 我就说 是不是你妈妹 是不是你妈妹妹 我真的没有耶 然后我就答案是B 答案是B 不来给别人 然后只有一咖 是吗 是吗 这个一定要 污奈给别人啊 你会承认吗 如果是你 你会承认吗 要是我还年轻的话 我会承认啊 真的假的 可是你主持是一个 蛮重要的记者会 就趁自己年轻 就觉得 一边承认一边被害 说话好流出来了 就是这个所谓就是 你讲很真的事情 会真到别人觉得 怎么可能是真的 说明就会觉得 反逻辑 反过来的啦 好 那你喝 不是 不是 那是我 那是我 是不是 我们可以帮你喝 如果你不敢喝 我们的特调的话 我们都OK 我想喝喝看 你想喝喝看吗 想喝喝看 他其实没有很苦 他其实很养生 我觉得他没有很苦 蛮好喝 对 你有喝过苦茶吗 有 其实是好喝的 其实蛮西式的 我觉得 我有个好朋友 很喜欢喝苦茶 精通吗 没有每一次好朋友 约到吃饭 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去苦茶之家喝一杯 因为养生啊 苦茶之家真的好喝 我以前也回去 喝那个芋头 芋头 来干下去 是不是真的还好 是不是还OK 被骗 被骗 硬讲 硬讲 我觉得你是吃苦茶 吃过苦茶 那还 我以为你是一个超养生的人 我养生 不是 怎样 谁养生 还是蛮苦的 我养 我也不算养生 你是早睡的人吗 不是 我以为他都会打进 什么精力汤来喝 什么蔬菜 完全不是 不是那个路线 不是吧 而且很多养生的办法 在我身上都不适用 真的假的 对 好 我们误会了 顶多就是蒸酒 吃一点什么中药 蒸酒是什么 蒸酒啊 蒸酒 你看金庸小狗 我想看蒸酒 大一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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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酗酒是不是 对 然后蒸酒 那词会蛮美的 酗一点酒 不好 不好意思 我们词会比较弱 我真的比较薄弱一点 好 我们请安普出题 我高中的时候 跟一个朋友约好 在我家附近 就是见面聊天 然后那个下午 刚好就是 我们聊天聊一聊 就在想说 我们从来都没有在这个 河堤做过的事情 因为他很少来河堤 我也很害怕 你们都停了一下 对不起 河堤都河堤 对 我们看着那个河堤 后来就决定 我们要去找附近的材料 来钓乌龜 OK 对 所以我们后来整个下午 就在那里尝试 找到任何东西可以 希望乌龜可以上钩 是 最后 最后 你猜我们两个 这个钓乌龜的结果是 A 我们钓到了几只鱼 好 B呢 对 B被警察抓走 被警察抓走 被警察抓 或是钓到鱼 对 对 A 成功地钓到了几只鱼 然后很开心就回家了 B 被警察抓走 抓走 好 3 2 1 你们对我很没有 真的吗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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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因为我 不是因为我才找几只鱼 只是它的尚的好像 不是 你想说这个答案很合理 你们让我的 你们让我觉得我 我的 我的人生很无聊 因为 不是 不是 我们想到变 说的 因为我说的 应该是变警察嘛 真的好无聊 我觉得 无聊到 有需要了解 而且她还在说什么 变到几只鱼 就回家了 就回家 开心地回家 她说 她过度形容 应该是假的 所以没有钓到乌龟 反而钓到鱼 对啊 大家有跟我说 上这个节目 就是要讲一个 真的跟一个 一看就是假的啊 可以 我觉得她怎么有几只鱼 所以我们都猜错了 我们都想太多了 我们就觉得 应该会分享一些 比较精彩的故事 人生比较荒谬的故事 这是你人生最精彩的吗 你说钓到鱼 我以为就是 很多人听到我钓乌龟 就已经翻白眼了 没有 我又一想听 后面的故事是什么 什么意思 我刚才就是那种 很多朋友讲故事 讲完一半 就说 没了吗 就这样吗 就是 你是这一种类型的是不是 因为我的朋友 很早就进化到 我想要尝试 开始讲故事 大概三十秒之内 他们就会自己 牵一个小圈圈去讲别的 等我讲完以后 不管我讲什么 他就说 对 真的假的 好好笑 她的故事很适合 这一点的时候听 会觉得很好笑 就真的 好荒谬 安普 好荒谬 对 或者是 或者是如果任何人 想要在一个聚会里面 认识不熟的新朋友的时候 都可以Cue我出来 因为她会有一个话题 你要不要听安普那故事 很烦呢 好过分 很快 很快其实就可以借由 一起翻我白眼 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小圈圈 就是一个共同话题 结合得很快 其实蛮可爱的 涟漪就带安普去 OK 没问题 但这一题我们两个都要喝 我们两个去 你们才瞧不起我了 没有 我们是太要 我们也瞧不起 没有 钓到鱼啊 没有 钓到鱼啊 没有 我被警察抓走 我有钓到鱼啊 我被警察 好 想说不能和题乱钓乌龟什么之类的 对啊 所以那个和题是那种 没有盖子的那种 以前法规没有那么严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 上面有那个封盖啊 那是水光 河堤啦 它讲的其实是 香肩的那个勾曲 对 好 那这个游戏就告一段落 我们是安全比 只因为我讲我钓 成功钓到几个鱼 没有 我本来就是 他本来就是三点而已 不是因为你的故事很上映 还是你要再长一个故事看看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只是很失望你们毫不犹豫 就选择了 你在讲一个 我们再猜一次你的故事 拜托 好想听她的生活 我们再猜一个 我们再猜一次 不行 我已经 我已经没有别人的故事可以讲了 对 她原来说没有故事可以讲 你故事搬上台北 是钓舞龟 你只有一个是钓舞龟 好玩喔 我觉得没关系 我们还是听安卜唱歌好了 对 欢迎来高雄听我唱歌 这样就不用在台北听我讲故事 你有曾经在演唱会上讲 刚刚那个故事过吗 没有 没有 没关系 不然现在就办不了小巨蛋 说不定有些人很爱就这样 因为很多人喜欢歌跟歌之间的闲聊 很期待这故事到底能多无聊这样 对 然后你就在写一首歌这样 要无畏 但真的没有人喜欢这种故事 真的吗 失落很多遍了 好像听久了我好喜欢 就是会很民谣的故事 很民谣的故事 很民谣的故事 今天好不容易来到现场 可不可以为我们带来几首歌曲 让大家有点抢先听 演唱会表演的歌曲 或者是演唱会 可能不会唱的歌曲 在我们这边表演一下 我今天准备 就是专辑跟演唱会 其实各自的曲目 然后就是对 谢谢去年有听专辑 然后今年有兴趣来演唱会的朋友们 好的 那欢迎安卜带来的歌曲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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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我要唱的这首歌 是来自于新专辑的《最好的时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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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曲 Nana 凭尔度来的歌曲 谢谢 昨天的烦恼 今天想开了吗 喜欢的人 他们留在心底 还是依在我身旁 每天离开了家 再回去是有没有新的挣扎 一万个问题里 什么是最简单的回答 有过的心愿 如今是现实还是幻想 成长后来是礼物 或者是美丽的包装 记忆中的青春 梦里仍像剩下的风丧 亲爱的你想念我吗 亲爱的你想念自己吗 最好的时光出现了吗 有人曾爱过你 你有个坏风和装的伤 而你爱过了啦 我有梦寐以求的代价 却不留恋和坚强 最好的时光哪儿还有啊 后来你在天涯 我真曾经我曾描回过的远方 好的还会有吗 我能再见你吗 说出后来才懂描述的话 表写后来才知道想说的话 Oh my God 一连串的歌曲真的很好听 真的耶 欣赏自己的安普唱歌 真的会感受到他那个现场的魅力 然后进入他那个歌里面 对 因为我就觉得刚刚这么嗨 然后突然要一个沉浸的听 真的可以心马上静下来 马上静下来 而且因为我已经看过台北厂的演唱会 我真的很就是很喜欢那些画面的呈现 跟他中间穿插很多文字 然后你就会觉得边听歌 然后边吸收 然后边消化边沉淀 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而且 Oh my God 他演唱会就是 他不只是台上那个歌手 那些美术的东西 什么艺术的东西 也都是 他是自作的 Oh my God 对 所以我真的很想问这一题 就是这个演唱会 你打来的就是 心力去控制这么多东西 然后完成得这么好 我觉得我可能其实就是 还很认真希望自己的生涯里面 只要做演唱会 都还是可以当作品作 所以他每一刻缓解 都要抓得很严格 对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说 因为到了要办演唱会的时候 所以去想个主题去做 他其实都是我 某个阶段 或者是说其实有沉淀到一个程度 我其实觉得 我想把想说的这个东西 成为一个概念做出来 所以才去开演唱会 他不是为了开 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了开而开 要跳房很受欢迎才能够为了开而开 要跳房很受欢迎才能够为了开而开 我很羡慕 没有 你虽然帮我很厉害 对啊 那你中间都没有一度想说 好 算了给别人用好了啦 有这种念头吗 没有 不过我其实很希望就是 有点像淘太郎或打怪 我可以遇到就是可以 放心的人 对 可以慢慢地交给真正其实知道 你想要的东西 对 怎么做得更好或者是什么 了解 我觉得他跟我很像 就是他就是 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点不太敢 完全放心给 可能我们没有看过 或没有合作过的人 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定要自己下去 全心全意地参与 你有没有曾经严格到 旁边的工作人说 某这很急扯 就听过这种小碎嘴这样子 一定有 就是他懂什么 我们才是专业的 对啊 他又不懂 对啊 是吗 呃 那你跟白白 你把这世界想得好坏 应该是我其实会遇过 就是觉得我没有 没有必要 花这么多力气做这件事 就希望你轻松一点 对 或者是说会觉得说 其实是不是因为你 就是一个文艺青年 所以你才要 费那么多力气去做一个 大家其实觉得 不看好或不讨好的事情 然后所以其实有一些人 一开始会质疑说 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时候 反正就会嫌弃你说 让他的工作变很复杂 对 做很多事情 反正就不下一定要有意义好不好 对 我有听过 让人家很累 省闷气省吧 而且还听说你曾经有感来发说 潮雪真言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 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 其实一半一半 我讲的应该最后一次是指说 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 自己出来开票房 管制作面以外 就是包括讲的权 就是连主办单位 或自己的出资者自己都当 了解 因为接下来其实终究要 开始分工跟交接了 这应该算是 尤其是潮雪真言 是我放心不下的一个制作 是 所以这应该是我 大概眼前最后一次 从头扛到尾的演唱会 所以应该算是 所谓的最后一次 这之后可能会有分工合作 就是不会这么累了 对 就比如说 巡回的场次 巡回的规格 我都会交给专业团队规划 不是这种 我坚持我要回去这个 比如说高雄 去见老听众一面 所以我就是自己一个人 拎着钱跟舞台就跑去 对 接下来可能 很热血 对 对 就这个事情 接下来其实就可能 对 我可能就是要进入到 就是交给大家去分工规划 对 就比较没有那么热血 或任性了 所以还是会很希望 大家能够把握机会的 天啊 真的很推荐 安部的专辑跟演唱会 最后再来好好的讲一下 这个潮雪真言 好 就是 就是我们其实花了 尤其是这三四年 非常用心做的一个计划 概念性的演唱会 然后尤其是它就是 它是我一开始其实就希望 每十年就是每一个世代 其实可以用 张璇时期的作品 然后去做音乐性的影像文字 跟艺术性的改编 然后重新去回应时代 的一场演出 然后所以我觉得 这个制作非常地精美 尤其是我觉得 我这次跟很强悍的团队合作 我觉得它在那个娱乐性 或者是在艺术的水准上面 就是连我自己身为表演者 我都觉得非常感动 天啊 我觉得安部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歌手 艺术家 作家 所以我真的觉得 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安部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譬如说想要休息 想要沉淀的时候 你可以听听安部的音乐 真的 真的 很细笛心灵 真的很有用 好不好 你看我都长成这样的 真的 我很难得听到 韦晶这么大赞美 是真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安部 不管是《潮雪真言》 或者是新专辑 或者是未来的任何的作品 所以大家支持下去 今天谢谢安部 谢谢安部 多多支持 谢谢小燕 谢谢韦晶 谢谢大家 开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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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搞了吗